后面 我们生个孩子吧 一场误会 埋下了不憨的种子 姐 你们俩怎么可以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就喜欢一副不喜欢爸爸 一错再错 他掉进无尽深渊 姐 昨晚是我这辈子最快的 普法栏目剧《再见爱人》上集 正在播出 宝贝 我对不起你 咱咱咱 姐 来两个饼 加弹加长的 干啥呢 干啥呢 你说 咋该的事啊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进来 我抓你了 别碰我了 你可不不服事是 干嘛呢 警察上场 上场 看普法故事品百倍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故事 普人公叫做余小安和余小然 他们俩是一对亲姐妹 从小呢父母就离异了 他们便跟随母亲生活 但是啊 非常不幸 之后他们的母亲因病去世了 于是余小安呢便挑起了重担 独自照顾妹妹 应该说作为长景 小安真的是很坚强 她独自赚钱 供妹妹啊 读完了大学 小然呢 也很争气 性格开朗活泼 成绩也很棒 毕业之后 嫁给了杨树 而且婚后不久 不久了孩子 而之后呢 小安遇到了周洪明 他们两个人很相爱 情投意合 很快也结婚了 但是婚后呢 因为工作太忙 小安一直都没有生育 如今余小安已经过了儿立之年 尽管丈夫跟婆婆呀 是多次提出 希望小安能够尽早生一个孩子 但是呢 小安总是以工作太忙为由 几番推托 因此啊 这生孩子问题 成为了这两家人的一块心病 一些矛盾和隔阂呢 也因此逐渐的激化和凸显出来 那么 居小安能否改变心意 同意生孩子 而小安小然 这两个家庭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妈给我们做的很好吃的啊今天 妈做饭一向都很好吃的呀 我今天跟妈说了 让她做的好吃的 不知道她今天给我们做什么 来来来 妈 妈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妈 快过来 我们做的好吃的 妈 这维生素 也能当好吃的 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 我去找人酿过了 这里面 根本就没有维生素 全都是病药 难怪有些人 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感情师妹两口子 合好在骗我呀 妈 我可没骗你啊 小安 妈 这不关鸿鸣的事儿 小安 上回你不是答应过我 生孩子的吗 怎么良缝因为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亏我每天好吃好喝的 伺候你 调理你 你把我老头婆逗着玩呢 那个妈 我知道您一心想抱孙子 可是我最近工作真的实在是太忙了 我确实没有多余的精力 生孩子这个事过一阵再说吧 过一阵 过一阵是多久 是不是等我老太婆死了你再生啊 妈 怎么说话呢 别说这个不经常 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我那些老姐妹 孙娃子 都可以在家里帮着打酱油了 我们家倒好 八字还没一撇呢 别跟我说工作太忙 工作可以耽误 生孩子的事绝对不可以耽误 妈 你怎么就那么倔呢 到底谁倔呢 你要生马上就生 不生就难倒 大不了我儿子 再找个女的生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妈 你这话说得可太重了 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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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 别生气啊 妈说的就是气话 小安 来了 来 来 豆豆 快叫婆婆 你婆婆好 哎呦 豆豆可真乖 冯明 小蓝来了 叫姨父呀 伯伯 哎 豆豆来了 你不带我去打游戏 豆豆 姨父今天有事 婆婆陪你玩 行 跟婆婆好好玩啊 小蓝 帮我劝劝你姐姐啊 姐夫 这出啥事了 其实啊 姐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是伯母的错 错在你 你拿避孕药 当成维生素去骗人家 人家肯定生气啊 更说我 我也生气 我觉得小安说的有道理 喂 当初不想要孩子的人是你啊 我想要孩子的时候 你说你想当丁克家族 怎么你妈一住进来 你就叛变了 是 是 是 哎 我发现捉鬼放鬼的人 都是你啊 你都 你这么叛徒 我是 我是叛徒 我是叛徒 这回被你逮住了 要烧鸭狗随你便了 你少在这儿跟我平嘴啊 那我现在看见你 你就烦死我看 那 你跟你姐好好说话啊 好 姐 你也别怪姐夫叛变 这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都有不同的想法 这很正常 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就想着玩 就不想要孩子 可是这都到了三十多岁了 看着人家个个当父母了 心里边难免发慌 这也很正常 理解一下 妹妹啊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女人家吧 总得生孩子 不然就不完整呀 早生晚生都得生 而且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讲 早生孩子肯定是最好的呀 再说了 孩子生得早 身材也恢复得好 你看看 看看你妹妹现在 我这个小蛮腰 谁看得出来 我是五岁孩子的妈呀 你行啊 你少在我面前臭门啊 我哪有你那么好的命啊 从翻译学校一毕业 就找了老公 我呢 还想再多赚一点钱 好给我以后的孩子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姐 你今年都三十三岁了 不是我说你啊 我怕你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之后 想生孩子生不出来了 不是我咒你啊 现在的高龄产妇生产可危险了 再说了 你和姐夫现在的生活环境挺好的呀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 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 但是我现在总觉得我的生活 好像缺少了点什么 缺孩子呀 姐 就听妹妹一句劝 赶紧把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给完成了 好 公母 好了 您别生气了 刚刚我姐跟我说了 等她忙完这段时间 就准备要个孩子 最迟明年底 您肯定能帮上孙子 她不是又在骗我的吧 没有 这次绝对不骗你 她要是再敢骗你 我把豆豆给你 给您当孙子 那感情好 你要敢送 我就敢要 小子 你姐姐的脾气 要有你的一半就好了 伯母 你快别这么说 其实我脾气有时候挺不好的 只不过没表现出来而已 不说了 有你这些话 我就放心了 等着 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 谢谢伯母 梁树 那个明天儿子有节目表演 我约了莉莉 就是我那大学同学 我要出去玩 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幼儿园 我哪有空啊 我这儿去好了 跟人拍血针呢明天啊 一天没空 要不你 妈 妈 妈 要不你去呗 不行 我约了人打麻将 妈 不是打麻将多大点事啊 回头你叫来家里打呗 那怎么行呢 肖然 孩子的事一直都是你在负责 明天啊还是你自己去 妈 我和那同学好几年没见了 人家明天晚上就飞英国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明天让我儿子陪你去英国旅游 直接飞去看着不就行了 行了 别这说了 我还约了人出去做美容呢 那妈 我正好开车送你过去 咱俩一块儿走 好 我一定要来 你放心 我想尽办法掉出来 好 你等我啊 一定要等着我啊 等等 妈妈 你看 姨父来了 好 我不跟你说了啊 姐夫 晓然 晓然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谈点事 然后要回家抄个近路 没想到啊 春宵在这碰见你了 你这全职太太生活就是悠闲啊 别提了 这全职太太的生活呀 跟坐牢一样 一点都没自己的时间 怎么了这是 我那个老公啊 成天就只知道玩家 玩相机 把家里当旅馆一样 还有我那婆婆 除了美容就是打牌 平时啊 心肝宝贝一样的叫豆豆 到时候让她去看演说 她又说没时间 我都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跟我同学说 取校约会的事 你也不容易啊 姨父 豆豆 乖 我明天要去表演唱歌 你和妈妈都一起去吧 明天啊 行 明天正好姨父有时间 这样妈妈忙 姨父一个人陪你去好不好 姐夫 这样不太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豆豆啊 明天姨父看完你表演 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好 这孩子 豆豆最懂事了 姨父我要做轿子 好 做轿子 来 姐夫 这啥意思呀 你不知道什么是做轿子吗 不知道了 然后牵着手 就是你都知道 来 过来 来 教我 教妈妈好不好 来 手伸开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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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哟 再上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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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来 上来 来 上来 一 二 三 走 走 这样 好不好玩的 好玩 好玩 咱们飞一个 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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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啊 好玩吗 好玩 老师 老师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那个果果班在哪儿 哦 我就是果果班的生活老师 请问你是 我找杨豆豆 我是他的 哦 你是豆豆家长吧 哎 赶紧的 表演马上就开始了 我带你去 哦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哎呀 飞向未来的城堡 打开梦想的窗 大城 长更快的美好 你看豆豆多可爱 要不咱俩也生一个 少来啊 啊 哎 周文明我问你 你一个人去给豆豆开家长会 你就不怕我妹夫说你月祖带跑啊 说就说呗 我听你妹说啊 你的妹夫确实不像话 三天两头在外面晃 那家就跟宾馆啊 你懂什么呀 人家那是盲事业 别乱说啊 好好好 我不懂 要不咱俩生一个 哎呀 别闹了 文件都还没看到 哎 那我睡了 你要是想生孩子你喊我 啊 真是 别看太晚啊 咱俩睡 来 好啊 咱俩 哎 来 真妮啊 给我点感觉好吧 这样可以吗 好 喂 喂 杨树 你听我说啊 我这会儿和别人撞上了 有点小擦挂 等着交警来处理呢 你去接下孩子啊 什么 我这忙着呢 你 啊 行行行行行 我我我我我去接吧呢 那娘那我今天就拍到这儿吧 我得接孩子去 哎呦对了 我还不知道 喂 我那个 我们家孩子现在他那幼儿人 叫什么名字 在哪啊 我没去吧 豆豆 你妈妈打个电话来了 说你爸爸马上就来接你啊 快爸爸 这么久了还不来接我 豆豆 你爸来接你来了 走 跟我回家吧 哎哎 你 你是豆豆爸爸 我是豆豆爸爸啊 长得不像啊 不对啊 我上次见过豆豆爸爸 不是你这样的 不是老师你开什么玩笑呢 什么叫不是我这样的 你就是我爸爸 你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 唐豆豆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乱说话 我揍你啊 哼 那里咱怎么回事啊 还打孩子呢 你是豆豆亲爸吗 我 哎 啊 吵什么了 这个人有问题 他帮助孩子家长 不是你才有问题好吧 我来接我自己孩子 有什么问题啊 走 哎 跟我到保安室去 等这个资料 不是你们干嘛呀你们 我 我来接自己孩子 不是我犯法呀 不是的 我上次见过孩子他爸 不是你这样的 他长得比你高 比你壮 好好别说啊别说了 我告诉你们 我没时间跟你们瞎说 哎 不听说是吧 那我报警了啊 就等这个资料又走 走吧 走 豆豆别怕啊 走 我妈妈打电话 喂 豆豆妈妈妈吗 我跟你说 有个人冒充豆豆爸爸 来接豆豆 你快来一下吧 杨豆子 我说你连自己爸爸是谁 都不知道了是不是啊 你差点给我害进公安局 你知不知道啊 哎呀好了好了 别吓着孩子 这事还不是怪你 孩子上学这么些年 你还是头一回来幼儿园 接人家呢 不是你还能怪着我呀 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让你姐夫来开家长会干嘛呀 跟他有关系吗 你没时间来 我也没时间来 叫我姐夫来有什么错呀 再说了 你陪孩子的时间 还没我姐夫陪孩子的时间长呢 就是 我就喜欢姨父 不喜欢爸爸 杨豆子你给我记住 你这么说过啊 我不当你爸爸了 你找你姨父去吧 杨树 干嘛呢 不要孩子了 不要吧 爱给谁给谁 小傻瓜 这次把你爸给得罪了吧 哼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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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拍呢 余总 你好 怎么了 这个给你 辞职信 做得好好的干嘛要辞职 我怀孕了 怀孕了 恭喜你 但是怀孕了也不至于要辞职 公司有产假 我老公非要我辞职 反正今后他养我 我就在家安心做个全职太太 真羡慕你 谢谢余总 那我就先走了 喂伯母好 喂 是小安吗 有件事情想跟你交流一下 是这样的 我儿子昨天跟你妹妹落得有点不愉快 我想这原因呢 就在你老公身上 你还好意思笑得出来啊 杨叔因为这事都跟我妹吵了一架了 笑了 其实啊这事啊就应该怪他 其实这事啊也是个好事 他自己就应该做检讨 如果再不关心孩子的话 儿子都不认他了 我说你才是应该做自我检讨好不好 你一个做姐夫的干嘛跟我妹妹走得那么近呢 你不会为了这事吃醋吧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拿 自己看看 这 这哪个勾在偷拍的 这 这不是侵犯我们肖像权吗 还写什么幸福的一家 我 不是 我记得 这事我那天跟你提过的吧 我知道 但是你想一想啊 要是这个照片被杨树看见了 那他不又得和我妹吵一架啊 那倒是 你不会因为这个也跟我吵一架吧 我那是在提醒你 没错你跟我妹是光明正大问性无愧 但是有的事情让外人看见了 难免会说些话的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警尊老婆教诲 干嘛呢 吃饭了 哎 来了 走 吃饭 看了这张照片 小燕觉得丈夫跟妹妹似乎更像是一家人 女人的表面上 对周明跟妹妹的接触 表现的是轻描淡写 不太在意 其实在内心深处 于小安还是有些介力的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丈夫跟妹妹之间 似乎有这些微妙的关系 而且她看到丈夫那么喜欢妹妹的孩子 她也知道 丈夫十分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现在小安可以说有些动扬了 她开始改变主意了 她不做了 隆明 快醒醒 隆明 快醒醒 隆明 我们生个孩子吧 这几点了现在 不行 明天我还要跟日本客户 生孩子是感谢的时候 喂 喂 洪明 明明 喂 喂 何总 什么 小张他病了 不是 咱们这儿就只有小张 一个人懂日语 这 这么急 你让我再去哪儿找一个人 好 好 好 小燕啊 姐夫求你个事 怎么才来啊 有点堵车 在哪个房间啊 1209 我已经开好了 好的 谢谢 我来 借家 你想起给我打电话啦 使不得你啊 余总 对了 余总 最近你和你老公的关系还可以吧 挺好的呀 干嘛这样问呢 余总 有件事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你快说呀 你别掉我胃口啊 你快说 小阳 你让开 小阳 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会是你呢 你来干嘛 我 你怎么打姐夫呀 她是你姐夫啊 你们俩 你们俩怎么可以 你疯了 你误会我和你妹 我疯了 你们俩大白天的在酒店开放 你说我疯了 姐 你脑子里想什么呀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还有其他人 当然有其他人 这里面是我们从日本请来的专家 给我们画图纸的 今天我的翻译小章忽然病了 我想起来小人学过日语 所以我才喊她的 不行 我拿给你看 这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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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好意思 雨晓岸 你今天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呀 我都已经提醒过你呢 让你别跟我妹妹走那么近 你呢 还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缝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今天找你妹妹那是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那别人外人不知道的 就以为你要打我妹妹主义 好 那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你打个电话不就全清楚了吗 你为什么不打 你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 我就是不相信你 怎么了 你 你不可理喻 儿子 妈 出什么事了 傻儿子 你媳妇对你上个心才那么做呢 就别怪她了 这事本来就是你的错 你一个当姐夫的 和她的妹妹走得那么近 她难高兴吗 我这个是身正不怕影子鞋 儿子 别人离媳妇生气好吗 多哄她开开心 我想早点抱孙子 妈 我真是服了您了 走哪儿都是抱孙子 好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最近接踵而至的事情 让这个家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于小安对于丈夫的不理解 感到非常伤心 于是她决定独自出游散心 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的独自出游 让她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前生的五百次回眸 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 美女 我们见过 一边去 姐姐是我 杨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才在那边我就看一姑娘 身材倍儿棒 就自己下水了 我说我还想呢 是谁家姑娘啊身材这么好 我就过来结果发现是我姐 姐夫呢你怎么自己来的 你姐夫忙没时间 我一个人出来散散心 你也一个人啊 别提了 我本来啊 约了几个模特来拍写真 结果叫人家放鸽子了 姐 那我拍你呗 我 对啊 那你等我把衣服换了 我穿这样怎么拍呀 你不用换姐 你说你这没生过孩子 身材特别好 你看你腰上一点坠肉都没有 我就拍你吧 就这么拍就行 你相信我 后期我再修一修 倍儿棒的效果 你别说好听的话来骗我 哪敢呀姐 快来吧 行行行 摆 摆 摆两个造型来 摆 摆什么姿势啊 你放开一点你随便 自然一点不要紧张 哎呀你就相信吧 你弟弟能坑你吗 怎么摆啊 这样 你再放开一点自然一点 哎 我试试一下 这样可以吗 这将来 嗯 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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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不愧是搞摄影的啊 照得挺好啊 那必须的 回头啊等我用那个 Photoshop啊 再给你修一修 发牛箱里 到时候再干的效果更好 嗯行 嗯 嗯 那个杨树啊 我说你平时啊 别老是顾着玩 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家庭 知道吗 哎 姐 其实你说的这些啊 我也都知道 但是吧 我就是想啊 你说人活一辈子 肯定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 多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 对吧 要不然你说等我后悔了我想 哎呦 这件事我没干 哎呀那件事又没干 你想想姐 到你老了 你再一回头一想 自己那么多想做的事都没做 你不后悔吗 对吧 其实呢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 我觉得自己现在好像 已经老了 说什么呢姐啊 你这叫三十正当年 知道吗 别自己贬低自己 是吗 不接 放我哥的那模特给我打电话吧 那肯定不能接 哎 哎 你也喜欢爵士啊 喜欢呢 怎么了 哎没什么 我也很喜欢爵士 但是呢 我老公说爵士很难听 姐你也喜欢爵士啊 嗯 所以说呀 这就叫知己难寻 来吧 酒逢知己千杯少 嗯 我们来喝一杯 来 来 干啊 干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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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干嘛呢 一边儿子啊 不管你的事啊 我请的是没礼喝酒 没礼 不会不给面子吧 是的 姐 这件事交给弟弟来办 弟弟这自由搏击冠军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对吧 我警告你啊胖子 在我发脾气以前赶紧给我走人听见没 哎 哎哎杨树 那个大哥啊 你看咱们出来玩不都是拖开心吗对不对 要不 你看咱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我弟弟他喝多了啊 好 你去其他地方喝 好 我到那边去喝 哎 哎 小了 别不自天高利好啊 咱走走去啊 小爷我就等你 你别那么冲动 对开心一点 哎 来放松一点 哎对 哎姐这个这个表情很好这个表情很好 就这样就这样 对哎这个表情很自然 好 干嘛呀 怎么又来倒落了呀 咱们不干嘛 咱不是要请这位小姐喝酒吗 现在咱继续 拿酒来 大夫 酒 哎呦 刚才请你喝一杯酒 现在咱喝一瓶 咱们高度老板啊 透露到色情 一瓶啊 我要是不喝呢 对 姐 这个酒啊 咱们就不喝啊 那怎么了呀 你就不喝 哎呀 不喝我也没办法啊 我从来也不搭女人啊 啊 大老师 哎 哎 哎 你有什么事你说事啊 别固扯啊 先把手松开 先把手松开松开松开 大哥 你看我弟弟他刚才真的是喝多了 他要是说错了什么话得罪到你的话 我给你赔不适行不行 我给你道歉 你大人有大量 你放他一瓶吧 放他一瓶吧 哼 我也不愿意拿了 没人 就想请你喝瓶一点 来吧 姐 咱不得喝 杨硕 大不了我跟他们拼了 杨硕 没关系 姐经常陪客户吃饭硬肠 这点酒量姐还是有的 快起来 你进行 dimension непон是不是 ident 你看 镇厉 你这么能喝啊 好 好 那当然 不不不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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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慢点慢点去 我跟你说我没有时间 我知道知道 你没做 稍等一下啊 来来来来 我还可以再喝喝喝喝 那天 不见了 这不见了 这不见了 不见了 姐啊 一会儿啊你就好好歇着 然后呢 我就在隔壁 你有什么事啊 你就 你就 叫我啊 旁明 你别走啊 快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那你走啊 小心啊 就你走啊 你走啊 小庵 小心啊 小庵 是不是你啊 我是红铭 杨树跟我说你喝多了 哎 哎 姑娘 我想約你生了 好 那不是來 好 昨晚是我這位子最快樂的一天 你對我的好好 我會永遠的能記在先前 楊叔叔 老公 妹妹 我對不起你 真真對不起 豆豆 豆豆你快看誰來了 豆豆 大姨好 大姨好 生日快樂 快謝謝大姨 謝謝大姨 乖 那個 豆豆大姨帶你下樓玩啊 去吧 小安 媽你們來了 婆婆你還沒給我送禮物呢 孩子 就是就是 我還差點忘了 來 婆婆啊帶你出去買 對了小安 你們好好玩 正好四個人抽一桌打麻將 好行 做得好好的啊 姐夫給我吧 哎 走走走 走走 很好 姐夫大姨被我碰了呀 看得要不要 不要 4條 姐你要什麼呢 肯定不是這樣 那就是 這個 對啦 要嗎姐 你臨門不碰 嘿嘿 哎呀不要啊 不要 哎呀呀不打了不打了 怎么了姐 不好意思啊 前几天陪客户玩麻将玩多了 现在看着麻将就想吐 那既然这样都不打了 走吧我陪你出去站站 你俩摇吧 姐最近你和伯母的关系还好吧 还可以吧 那个杨树对你怎么样啊 老样子 他反正三天两头不回家 我也习惯了 你可得把他给看紧一点 现在外边模特那么多 你就不怕他花心了 我才不怕呢 杨树跟我说啊 外面模特特别假 看久了也就神美疲劳了 还是看我最顺眼 我去一下洗手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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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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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